長得還蠻高的 其實我在寫這個時候都一直覺得 這個筆下去以後 筆一定不圓了 不圓的時候 在寫下一筆一定會有一個最合適的角度 來做它的起筆跟收筆 但是我盡量不要調的太誇張 因為調的太誇張會覺得做作 寫字有時候就是順就好 筆勢順就可以了 順 順勢比做作來的重要 順勢也許會差 距離上你想要的效果會差一點點 但這一點點在藝術上是可以容忍的 可是如果你要去刻意的去做 做到百分之百 那當然像 可是就會覺得 你花那麼多時間去把它做像 又不符合藝術的要求 自然 就覺得你做作把它做出來的 不是很順勢 所以這兩個你要求到一個平衡點 有點順勢 有點做作可以接受 不要都是只有做作 因為很多人寫字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它是在雕琢 動作特別多 寫字是一種生理上的一種習慣 不是想辦法做出一些特別的習慣 技術是高度熟練的結果 跟像做體操一樣 每一個動作 它都要符合自然 如果不自然 它一定轉不過去 比如說這地方要放鬆 哪個肌肉要放鬆 哪個肌肉要用力 都要符合自然 你不符合自然就受傷了 寫字一樣 你要符合自然 不符合自然看起來就覺得生硬 就覺得哪裡怪 而且衣術的自然 範圍又很寬很廣 有時候這樣做也算自然 那樣做也算自然 所以就不用執著 多寫就知道什麼叫自然 跟你講你也聽不懂 因為你還沒到那個境界 到那個境界也就是說 原來這樣就自然 那樣子叫不自然 那是程度的問題 上面寫重 下面故意寫輕 這是所謂輕重的搭配 輕重搭配 它這邊的木都不穿出去 長得好怪 實在不習慣 它不吐出去 所以你就不要吐出去 不用機婆 我的文化都寫太多了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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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 因為每個人都有習慣 所以如果自己創作就會產生個別的習慣 其實沒什麼不好 保留一點自己的習慣 其實我自己的寫字 我自己都覺得 確實不管你哪個字 鐵都有一個某種固定的習慣 這是改不了的 別人也是 每一個人在寫一個字的時候 會有一個特病習慣 當然量多你就發現 它是有一些規則 當然字體不一樣 風格不一樣 可是寫字習慣會一樣 但是當然你要能力好才看得出來 能力不如我 你就看不出我的習慣 能力贏我 你就看得出我的習慣 或是看得久了 就知道你一定會怎樣 也許字體不一樣 但是那個習慣都會在 這也沒什麼不好的 好 我將以為 到這個寸 不伸出去 稀稀的寸 所以毛筆真的很重要 小筆那種筆尖如果不好 真的 有些筆畫根本寫不出來 有些筆畫看起來就只有兩三根毛在寫而已 有些筆畫是比較多 如果毛不好 又只有兩三根 那兩三根又靠不住 那個怎麼可能寫得好 所以小凱 我覺得小凱的毛筆 真的是要挑 寫起來 只是寫死自己而已 寫死自己而已 沒有任何好處 寫死自己而已 有些筆畫 我還是請你